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宁老师 你知道吗 了解自己是一门永远没终点的功课 没错 没错 那很多人在入门的时候 其实就花了太多时间 会让自己走远望路 比如说我自己 真的吗 对 特别是就是对于工作跟关系啊 如果我自己的经验啊 如果我对我自己没有基本的理解 其实会很难跟别人表达清楚 我自己到底要什么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就会很难靠近你哦 是啊 那刚好你刚好最近研究完荣格的心理类型嘛 对不对 不是我最近 因为这门课已经上线了 所以它是我前一阵子在忙的事 OK OK 总之呢 总之呢就是杨老师把不太好懂的荣格心理类型 研究完了一遍 然后刚好最近Netflix有一部的 有一部新戏叫串流王者 然后里面它有六个角色 又各具特色 然后我就觉得跟嘉宁老师在聊戏的时候 好像觉得搭配荣格的心理类型 会让我自己 就是对我自己的性格啊 优势劣势 或者是辅助功能 就更清楚 所以我们就想要聊给大家听 我先说今天这一集不是影评 因为先前我们在谈戏的时候 我们会去谈剧情啊 情节啊 然后戏可能要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啊 那这个东西我会留在书评讲 好 因为串流王者我真的很喜欢 那我就跟凯宇说 因为他里面可以聊很多事情 包含产业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包含决策 个人的生涯决策 所以他能聊的范围很广 那关于这些比较大的议题 我会在书评的时候 跟凯宇老师聊 那我今天想跟怡选来聊 关于这里面的六个角色 的六个个性 是是是 的六种特质 我们今天focus在角色人物身上 那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不会讲那么多 会讲到一些剧情 可是他主要是以人物为主 我非常鼓励大家 赶快先去追一下 串流王者 才六集而已 对对对 很快就看完 而且真的很好看 你们看完再来听啦 不然又会觉得 我啥啥啥听不就少了一些参与感 诶这样子我们的点击会不会很低啊 不会啦 因为他们就会一直回来听 重听重听 你也可以先听一遍 然后去看 你也可以对着看 说不定也会更懂 也都行这样子 好啊 那我先来讲 为什么荣格心理类型 对我 特别是在这两年 我研究他的时候 我觉得哇 真的是太有趣了 荣格这个大师 我跟他的关系 渊源 对 很有趣 我很早就听说他 是 因为不可能没听过他嘛 他京剧又特多 对 但你二十几岁的时候 会觉得他怎么样 太抽象 就是 胡的 就是 太抽象 你好保守 你自己现在跟我讲 明明是说 你是在说什么 我破你的梗了 对不起 好 对 就是 我觉得二十几岁的 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库 去理解荣格在讲什么 那 也没关系 好 那等到我就慢慢累积的时候 maybe我四 我大概三十八岁左右 开始看荣格的各种 就是书 书 这样子 然后刚开始真的其实觉得 抓不太到他的重点 他 我觉得学习就是这样 你不要太急着 一次要干嘛 是 但你就持续接触 持续接触 然后一直接触到 我接触到他的心理类型 这个也是我知道了快二十几年的事 然后MBTI很多 我后来发现原来在很多年轻朋友 是 大家都是互相打招呼说 你是哪四个英文字符 MBTI是哪一种 而且其实还有人力银行网站也常用 对 而且他其实是全世界应用心理测验 不是那种趣味心理测验 是真的还算一点系统规模 有一些正式性的 对 第一名 对 那我就想 为什么大家这么红 这件事 我都不知道 我就去研究 然后才 MBTI 就是他真正的来源 是容格心理类型论 所以我把MBTI研究完之后 我就觉得 你要往下挖 我要往下挖 你要刨根结底 对 然后我才真的去 读了那一本 超级厚又超级难读的 心理类型 然后我终于把容格的 这个心理类型论 搞清楚之后 我有一种豁然开让 太好了 是真的 更懂了我自己 然后也跟我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 我比较知道 怎么彼此合作 然后不要互相伤害 嘉玲老师研究完之后 我们就有福了 因为我们可以用白话文的方法 听懂容格的心理类型 对 然后你们如果现在加入那个 信念课的话 就可以免费 一起加入 另外一门课 叫你是哪种人 对 那今天的这些内容都在 你是哪种人有更完整的说明 那我只是把它应用出来 那大家知道说 你是哪种人 他大概在讲的方向 那如果你很有兴趣 知道自己是哪种人的话 那你就去参加那门课 好 那我们先回来讲容格的心理类型 用串流亡者 这六个角色来解析 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 在容格的心理类型呢 他分 他在人格层次上 他分成内请人跟外请人 然后他会有内请人跟外请人 搭配的功能 OK 但是内请人跟外请人 他有点像是作业系统 比如说你是Mac 还是你是Windows 是 就是基本上你试就是了 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你很底层的作业系统 然后 他有一些搭载的功能 是思考啊 情感啊 还是直觉啊 感官 他有点像是在这个作业系统上面 在灌的程式 OK 这样大家懂 懂 就是 嗯 好 先讲 然后 那我先来讲内请人跟外请人 是什么意思 坊间 MBTI也是 他会先把内请人跟外请人 比较 比较大的去说 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 跟 喜欢跟外界互动连结的人 我先帮大家说明一下 杨昂老师现在讲的内请跟外请 那个请是请向的请 嗯 对 那我不能说这个理解错 那荣格在他的书里头 他也有稍微提到说 对 确实内请的人比较喜欢跟自己在一起 嗯 然后外请的人喜欢跟外面的人在一起 很好理解 我觉得我更喜欢 我觉得我更喜欢荣格 他有一个说法 那这是我自己观察 我身边的人跟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可靠的判断 好 就是内请的人啊 其实他是很多东西 资讯或者新的事件 或者是很多关系 他会要放回来自己内在去处理的 嗯 然后他有比较独立的思考 或是你要说独立也行 或是他比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 嗯 他从自己的出发 嗯 去判断什么东西是他要的 什么是不太 不太他不喜欢的 所以他如果不喜欢的事情 他也不太勉强自己 因为他是以自己为核心 那好处是 哎这样的人通常你会觉得 他界限蛮好 他不太会八卦别人的事 嗯 啊 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 我的出走日记 哦 的那个小妹 小妹 哦 对对对 他就是妥妥的内情人 妥到一个不行 嗯 对 那他就 就是 呃 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而且是在他的范围内 真的是 然后他常常会有一些独白嘛 就是他自己在思考消化 对对对对 可是他缺点就会是给人一种距离感 是 就像那个小妹我说 冷漠疏离 对 他其实在 以现在的职场来讲 他并不吃香 OK 好 那内情的人 其实他就真的是很需要自己 搞清楚自己怎么了 嗯 他才能做反应 OK 那这是内情人 OK 他有他的好处 跟他要 限制 对 那外情的人呢 反过来 就是他跟这个世界连线感很好 所以你很快会觉得 哦 他比较活泼 比较会讲话 比较会表达 在乎人 对 好像喜欢跟人在一起 其实这只是其中之一 嗯 他的心理模式就是 他会习惯从外界得到讯息 嗯 然后透过外界的这些反应 或是一些标准来决定自己的 想法跟感觉 嗯 所以他的适应性非常好 嗯 因为他很快 嗯 可是他的缺点就会是 你问他说 那你真的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他真的完全独立 为他自己做一个决定 而且特别是一个大的决定 嗯 他会很困难 或者他突然当机 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题 他会 他会在跟你对谈的时候 想来想去都说 哎 可是我爸爸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的伴侣 说怎样怎样怎样 在他的语言里会有蛮多 谁说什么 嗯 就是外情人 很大的一个特色 那内情人通常 他还是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啦 嗯 他爸爸怎么想的 但是他最终会去跟你说 但我就是只是想要怎样 嗯 他的表达会是这种逻辑 是 那这也是我 我在实务工作上 其实一直都有发现这些差别 可是是一直到容格 把他讲清楚 我才发现 哦 原来他在讲这个 原来他在讲这个 原来大师在说这个 原来我在遇到一些学生 他的某些反应 是因为他是内情人 嗯 所以我以后应该要怎么理解他 我会比较懂他 嗯 然后有一些学生 不管我怎么问都 问不到他自己的状态里 以前我会生气 我就会觉得你到底 因为他的作业系统是外情人 对 那我现在就会比较懂说 OK OK 那外情人 我要怎么跟他连结 OK 然后我要怎么慢慢的带着他 就是学到就是最终回来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都跟随着外在 嗯 的话我们会失去了自己 好呦 对 所以这是两个比较 基底的作业系统 内情人是以自我为核心的 那外情人以外在的讯息反应 作为一个他参考很重要的依据 没有谁好谁坏 好 真的没有谁好谁坏 因为内情推到极致的话 他会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 嗯 那外情推到极致的话 就是非常的随波逐流 好 找不到自己一个锚定点 好 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两套作业系统 上面我们又会建立四个功能 是 分别叫做思考 情感直觉跟感官 嗯 详细的思考型 情感型直觉型跟感官型 怎么判断在我的 你是哪种人的课程里讲的 比较清楚 嗯 那我这一集 我等一下讲人的时候 我就顺便带好了 我不特别先讲 不然等一下我们这样开场白 就已经20分钟了 对 会太长 我先说 每一个人都有这四种特质 对 或功能 对 但是有的时候是 你可能习惯运用哪一个 你最常运用 它就会变成是你的优势功能 嗯 好 举例来讲 可能你的电脑打开 每次都打开office档 我其实只有打开word档 office里面的word 对不对 可以哦 office里面是不是有word Excel PowerPoint 还有什么 忘了 好 反正总之就是 比如说以异玄来讲的话 我的优势就是word档 对对对 那我不常用的 然后PowerPoint偶尔用 这样子 然后Excel从不用 根本不会 那就是我的劣势功能 可是它都在里面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word 想象成它是优势功能 你最顺畅的 你用起来最愉快的 但Excel对那个 宜选来讲 它就是从不用的 劣势功能 那PowerPoint就是 偶尔用 我们就叫它辅助功能 那这个不同的搭配组合 就是你可能是 内情人或外情人 可是你在搭配上 不同的功能特色 你就会展现出不同的 人格特质 对对对 性格 对 那这就是容格 要讲的东西 OK 然后MVTI呢 我觉得它MVTI 把四个字母 就是等量的在诠释 就是它四个字母 好像对你的意义差不多 可是我比较喜欢 容格原始的说法 它里面还是有优势功能 劣势功能 辅助功能 然后它的搭配 所以反映成什么 所以我的课程里 跟你介绍MVTI 可同时我也告诉你 容格的心理 心理 心理 心理类型是什么 那像我自己 对杨老师的理解 就是因为他比较 喜欢跟人相处 然后我跟他工作 或者是有时候 一些相处上面 我会觉得他的优势 就是先抓概念 跟大方向 所以我是外情人 对 然后 那个我的什么优势 我们等一下讲 好 那简单讲 现在大家知道 这四个功能 它还有一组一组的 思考跟情感 是配在一起的 然后直觉跟感官 是配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思考很强的话 你最强最强 就是思考的话 那你绝对的 劣势功能 就会是情感 你的相反边 就是情感 对对对 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你是情感很强 你不是思考很强 我知道 我的劣势是思考 对 然后 如果你像我一样 直觉是最强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时钟 十二点钟方向 就是你的优势功能 六点钟方向 是你的劣势功能 然后三点跟九点 是辅助功能 那如果你的十二点钟方向 像我一样是直觉 是最强最强的 那我很明显的 我的六点钟方向 劣势功能 就绝对是感官 感官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讲 好 然后那我的辅助功能 左边跟右边 就会是思考跟情感 那有可能这两个 我都运作的还不错 顺畅 这样子 好 那我要再分享 我自己的吗 现在已经十四分钟了 大家会不会很急的 我简单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我一开始 在看家里的课程的时候 我也搞不清楚 我自己到底是 情感还是感官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两个都很强 可是后来家里老师 他就提醒我 你如果分不出来 你可以先找你最弱的 所以我就一下子 就找出来了 我最弱的就是思考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很凭感觉做事 对 很事情不过大脑 但有些人 就很喜欢你这个反应 那有些时候 如果你在思考 强一点的人面前 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没过脑袋 对 好 总之我先找到 我最弱的 就是我六点钟方向 是思考 所以我最强的功能 就是跟思考同一组的 我就是情感性的人 对 那关于内外情的部分 我本来以为 因为我都独自写稿嘛 然后我也还没喜欢独处的 所以我以为 我是内情人 可是 你做MBTI也是内情人 对 对 然后家里就提醒 我 你有没有出去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 你还蛮容易 跟陌生人搭话的 不是 除此之外 如果用容格的 心理功能 心理模式的话 其实一人 你在 比如说 你在收集大家的反馈啊 然后你这些民间观察啊 其实它都是 从外在的 获得资讯 对 获得我的能量 对 所以 我为什么说 内情跟外情啊 不要用你害不害羞来 判断 其实那个只是你 社交 社交就是 需要 你社交的 开发度如何 哦 社交开发度 对 内情人可以 也还是可以跟 就是社交的很 很顺畅 比如说你们 凯云老师就是 妥妥的内情人 他内到不行 可是他的 表达能力很好 他的 社交能力也很好 是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他外情 可是没有 他其实是内情 那 有些人是 其实他社交功能不好 可是他其实是 一直在感受这个世界 所以他其实是外情人 哦 所以为什么我很希望 大家去听这本课 就是真的把容格 从头到尾 搞清楚 嗯 嗯 会拿到很多 对自己有帮助的收获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要不要回来讲 Spotify的故事 好呀 我先简单讲一下哦 那个 那个Spotify就是 大家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瑞典 发明的串流平台 但他有用吗 我是蛮常用的 Spotify 我有用 我有用 那有些人念Spotify 就是 总之就是那一家公司啦 Spotify 他们在里面都是Spotify 好 然后简单讲 他就是一个 一群很厉害的工程师 发明了一个串流的播放器 然后一直到 他们长大成一个 可以左右 音乐市场的巨人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 他一般我们来看故事主轴 都是单一叙事 要么就是男主角 不然就是女主角 就是从他的主要的角色去发展 可是这部戏最大的亮点 就是他有六个角色 可是他在讲同一件事 对 同一个时间区段里面的故事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 他每一集 我觉得我最 看的时候最爽的地方就是 下一集要切到 下一个人的视角的时候 他怎么转场 对 我最喜欢看那个 然后其实每一个视角 就是一种换位思考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是他没有单一告诉你 成功就怎样 他反而用不同的角色 让你看到一个成功 我们所谓成功 后面付出的代价 或者是多少人的心血结晶 对对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他用了多种视角 在说故事 他其实有一个隐喻 就是在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成功 他不会是一家 新创公司的成功 这么简单 他可能还有 还建筑在那些 共同的人的努力 而不是只有创办人 而且还有时代的意义在里面 嗯嗯嗯 时代的推波助澜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六个角色 那这六个角色 因为这部戏 它不是完全的纪录片 虽然它是用 Spotify的故事 做基体 然后也是用一个 记者写的 他对Spotify的采访 然后做架构 这样子 但是有些人是 是真实有的 比如说创办人 那个Daniel Egg 对 那还有他的 合伙人 马丁也是有的 那其他的人 有些是有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 如戏里头这么演 我觉得这里面 还是有一些 戏剧需要 对对对 他会有一些调整 所以我的分析 是依着这个戏 他这样演 他演出来的角色 然后我说 他可能是什么 那他现实生活里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哟 那我只是为了 让大家更懂 什么叫性格类型 所以我选了 这部戏的六个人 来跟大家做分享 对对对 好 来第一位 创办人 第一个一定要讲 创办人吗 Daniel Egg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照片 跟他的 维基百科 然后他也有接受 一家杂志的专访 然后专访很长哦 大概有 几万字吧 很长 我把它看完 然后我要说 Daniel Egg呢 他最 他绝对是个内情人 是 然后他最明显的特质 叫做思考 一开始啦 对一开始 然后 他的辅助功能是直觉 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说 他是内情人 就是你从戏一开始 看的时候 他从第一集 第一个我们最快 get到的 他就是个宅男 然后他 其实很 很早就成功了 然后他 其实在他 第一家公司 电视演的 电影 戏剧演 第一个的时候 其实他想做的事情 就跟他的公司 不太一样 然后他一直觉得 他公司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无聊 然后没有意义 然后他就想要去做一个 他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Google 刚刚崛起 对 所以 大家都会说 矽谷多棒多棒啊 因为他在瑞典嘛 他是瑞典人 他就说 为什么瑞典不行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一个 不太去管 外面世界的人 对 然后他就是觉得 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行 然后你就会看到 他就花了 很多很多时间 先把第一个 就是初步的模型 写出来 然后他的第一个 城市写出来 然后后来就卖给了 他的合伙人 对 他们是这样子认识的 所以你看他在做事情的 这个方法 他就是妥妥的内情人 我也鼓励大家 在看这出戏的时候 你比较能靠近 谁的心理类型 或是你觉得 谁的这个做事模式 跟你比较像 那也很有可能 你就是比较偏 那样的个性的人 那如果你是一个 你在看Daniel Aker的时候 你一直就是不懂他 然后你甚至觉得 这样的人 很不合群 那很有可能 你是比较外情 你就是跟他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会对于他 很多的行为 你会有一种 不理解不认同 对对对 那他第一集是 绝对他是内情人 但他后来因为要把 公司顾好 所以他还是有 发展一些 外情的能力 所以在容格的 心理类型里头 人格并不是绝对不变的 他还是可以 透过你的修炼 而且容格 讲这个心理类型 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你标定好 你的位置之后 往反方向去修炼 这是他 很重要一个精神 而不是 你标定好自己的位置 就把标签贴在身上 然后就说 我就这样 所以我只能这样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然后Daniel他是内情思考 而在这六个里面里头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也是内情思考 就是第四集的 那个工程师技术长 那真的是很厉害 你知道现在你按下去 然后音乐马上播出来 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 对就大家如果有去看戏剧的话 你就会知道 那个工程师技术长 被逼到什么程度 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 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那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努力 真的 我自己嫁了网站之后 我才知道 我平常用的很顺 需要膜拜工程师 我平常用的很顺畅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是啊是啊 好我们先不要跳到工程师 我们先回来把Daniel讲完 好 那为什么我说 Daniel他的辅助功能是直觉 那跟工程师是感官完全不一样 等一下我先回来讲一下 他最强的功能是思考 然后他最弱的功能是情感 比如说这一段怎么看 你们看如果有看戏的话 你会看他为了要去说服 那个瑞典的Sony的总经理 他因为整个唱片要往下 那他很想告诉总经理说 你用我们的这个播放器 我们一起可以赚钱 这样子 然后你去看他去说服 总经理的那一段过程 他就是妥妥的内情人思考 会讲话的方法 因为他没有在看人 除此之外是 他只讲他觉得对的事情 然后他没有换位到对方的立场 是他怎样会愿意听 那内情思考的人 他会在他的架构里 觉得对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会比如说 他直接就告诉对方说 我们要做一个免费的播放器 然后Sony的老板 那时候最讨厌听到的 就是免费两个字 可是他就一直要解释 为什么免费才是对的 那当然他有他后面 很完整的商业逻辑啊 概念 可是人家在前面听到免费 就已经关门了 你门都进不来 你再讲什么对都没有用 这是很多内情的人 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 但他们会觉得 我自己对的事情 为什么别人无法理解 那但外情的人 就会比较能跨越这一步 就是他知道 比较容易换位到对方 对他比较会换一个方法讲 因为他比较不固执 一直在自己的状态里嘛 OK 好 所以这个是Daniel 欸可为什么他是思考型 好那为什么他是直觉型 刚才要讲的 他的辅助工程是直觉 的原因是 因为我在看他 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 或是他觉得 这个东西可行的时候啊 你看他的思考风格 他就是先抓一个概念 跟一个方向 他不是用数据资料去支撑的 这个是感官型的人 会在乎的事情 这也是第四集 Daniel 欸可跟那个工程师 最大的差别 他们两个都是内情思考 可是Daniel 欸可是直觉型的人 直觉型很强的 一件事情就是 他会很快的 get到一个方向跟结果 啊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 他会说 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方向在那里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然后需要一点时间证明 也需要他去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回到我身上也是 我也是直觉很强的人 我在很多时候 做一件事情的判断 比如说有的时候 解忧来 我不会那么快的掉细节 因为那是感官型 掉细节是我 对 感官型的人 会一直在细节上面 但是我会先抓一个 很大的方向 跟很大的概念 我是用概念在工作的 那所以我在变化的时候 也很快 因为我可以概念接着概念 他不用落地 你知道吗 一切都在天上飞 所以我要改变也很快 因为我就是概念跟概念 是 那好处是速度快 对 但缺点也就是 有的是会逼死自己 也逼死旁边的人 对 我就看不下 为什么这样 从这边到这边 对对对 旁边的人会要很懂我 不然会觉得 不懂我在讲什么 或是觉得我一天到晚 跳来跳去 好像没有个准 其实不是没有个准 是我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对 就是他在云端上的十几楼 我还在地面上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是直觉很强的人的特质 就是他可以概念通 他就觉得过了 可是感官很强的人 他们会需要很多 detail的细节的资讯的资料的 技术的来证明 所以感官型的人很重要 他跟直觉型的人 真的是互相互补的人 因为直觉型的人 会一直看大方向嘛 不落地 那感官型的人 会一直在细节里 然后忘了抬头 可是直觉型的人 如果没有感官型的人 他就会执行不出来 对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容格的东西 真的很值得去读 就是他不管是人际之间 你要学着 跟另外一种人相处也好 跟你自己之间 你有这个最强的特质 可是你能不能同时 也修炼另外一个 你没有的 比如说像我也要 很有意识地修炼 我的感官能力 就是很多人 很多细节 我不能因为觉得烦就跳过 我还是要有能力回来 把它处理好 所以内情直觉的人 其实 比较像是先知型的状态嘛 对不对 他不用在乎外在世界 那就是他有时候会 太容易讲一些 哲学性或抽象的东西 但是他好处就是 会容易带来革命 或者是跨时代的预言 所以Spotify就长出来了 OK 这是创办人的部分 对对对 好 那第二个我们来讲 第二集的这个 唱片公司的总经理 叫做佩尔松丁 嗯 嗯 他是 Sony的瑞典总经理 那我先说 他的作业系统呢 他是比较中间偏内情的人 是 什么叫做 有个性的人 其实就是极端的内情 跟极端的外情 那有些人 个性相对 就是不那么明显 比如说我们第二集 跟第三集讲的总经理 跟律师 他们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相对个性比较中间的 嗯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中间的 对 大部分的人 其实就是左右都有一点 内外情都有一点点 对 但是小部分的人 他的某一个倾向 特别的明显 嗯 他都有个有好话处 好 嗯 那Sony这个总经理 他就中间偏内情 然后我觉得他最强的是感官啦 从戏里头看 怎么说呢 内情我就不解释了 好 那感官就是 我刚才有讲 因为内情 感官强的人 他容易在细节上面 他们可以琢磨得很深很深 所以 比如说你去问他 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数据 他说不定都会告诉你 而且讲得很清楚 这样子 陈玄学真的是这样子 好 一件事情我已经过很久 他说 诶你还记不见 那个人曾经说我什么话 我心里想 我为什么要记得 那个人是谁 对对对 我第一个反应是 他谁 然后我要帮他补细节 他又做过什么事情 然后杨老师才会想得起来 对 因为我的一个大概念这样子 然后总经理回到系里面 他就是因为需要细节 所以当 呃 那个执行长 他把那个串流器 发 研发出来之后呢 总经理听不到 那个后面怎样 去支撑他的产业 他就完全听不下去 因为感官行长 他需要实证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 所以好处是 他们的执行力很强 然后做事也很可靠 可是缺点就是 他们不那么轻易的改变 是 因为改变 有的时候是还 还没有结果嘛 你必须对他来讲 是没有安全感的 对 因为还看不见 所以要他改 他会觉得风险太大 通常感官行长 人不喜欢风险 他喜欢明确的东西 对那佩尔松丁 我会说他感官相对强的原因 是因为 当时整个唱片界 已经是往下坡 而且是亏损得很惨 因为挡不住 盗版的音乐下载嘛 对 然后他也知道要改 可是其实你看他 在面对改变那个挣扎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 他就是相对是 感官型比较强的人 那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为什么我说他 偏感官多 就是当时 Daniel Egg 跟他第一次 报告说 他不是被他打枪吗 对 但是后来又 阴错阳差 就有了第二次次 你看这个 佩尔松丁 总经理 他被打动的原因是 他实际摸到 那个播放器 播放器 然后真的有实际的感受 然后确定这件事可行 的那一刻 他的态度 他相信了 整个改变 是 对 那一场戏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 这是感官型的人 会比较容易你去打动他 如果你要互动的对象 是感官比较强的 你不要跟他讲概念 那个是直觉型的人 是 直觉型的人 你刚才讲太多细节 他会白眼你 然后 然后感官型的人 直接让他体验 体验 或者是 你要 让他觉得很有安全 确定 所以你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 他的不同特质 哪一种比较强烈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投石 问路感受一下 然后再做判断 OK 然后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总经理他的 我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的 辅助功能 可能是情感 就是有一次啊 他跟老婆到 一个律师朋友家 然后 因为那个律师朋友 也处 结果他进去之后 就看到 哇 好漂亮的房子 很棒的音响 结果他那个律师朋友 就用了他那时候 最恨的一个 盗版的音乐平台 在下载音乐 然后 那总经理就整个火了 就拿走那个 律师桌上的工作成果 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拿走 可是那朋友就说 不行 这是我的工作成果 然后总经理就整个爆发 那你也偷了 我的工作成果 你知道这里面 有多少人的 工艺 心血 然后 你们把他偷走 然后买了这么好的房子 跟好的音响 对 就是你不觉得可耻吧 就是他是这样子 去控诉他的 是是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很情感诉求 对 所以我会觉得 佩尔松丁他最强 他是中间偏内情 可是他最强的是感官 然后辅助功能会是情感 情感比较多一点 包括他对于唱片公司 如果要裁员的话 因为那时候不得不嘛 他收到美国总部的命令 他也很痛苦 因为很多员工都跟了他很多年 是是是 这细节让我们可以去确定 他其实辅助功能是情感性 对对对对 那他的基础性格有内情的 也有外情一点点 就比较中间 所以他真的很适合当这种专业经理人 是 他就是内外都要 对 他会懂得美感也会管理 嗯嗯嗯嗯 好 那我们再来第三集 就是讲到那个 律师 叫佩特拉 佩特拉律师 那 先简单的讲 他是比较中间偏外情的 OK 律师 我觉得他也有 他也是内外都有 要他独立执行 他的意志也是可以的 可是为什么 我说他有偏外情的地方是 嗯 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很多时候 跟人的互动 或者他在接受讯息的时候 其实是快的 嗯嗯 然后他的 呃这个 我觉得他的 最强的地方 就是优势功能 可能是直觉 嗯嗯 然后辅助思考 可能啦 好 怎么说呢 对 哪一个戏让你判断 他是直觉 就是 我刚才有讲 直觉的人 对于改变 不会那么酷 不会那么 讨厌 不会那么 他抗拒 他其实有的时候 会蛮期待的 嗯 那你看这个律师 刚开始的第一场戏 就是他从某一个 法庭出来 然后就说 就打赢了啊 对 就是同事恭喜他嘛 嗯 然后他就说 就已经打赢的事情 有什么好开心的 就是已经知道 结果的事情 有什么好开心的 那通常这会是 直觉很强的人的 状态 他不太喜欢做 重复 的事情 因为真的很无聊 你看到那里 很有呼应感 对 我就会有一种 对 对于已经知道 结果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很无聊 嗯 但是这是敢关心的人 很需要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嗯 那个 你看这个律师 他在做改变 他当时 他当时其实 嗯 是很有好机会的 因为内部人 想要提拔他 做合伙人嘛 上来 可是他 其实 第一个就会觉得 有点重复 嗯 然后 那他就中间 很勇敢的去了 新创公司嘛 就去Spotify的 最初的状态 他接受那个 Daniel的邀约 对对 啊刚开始第一次 就不是很顺嘛 嗯 就是有一种 幻灭嘛 嗯 就这些 死宅男 死工程师 为什么都听不懂 不能完全免费 一定要收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 有再回来 律师事务所 对 就正规的 律师事务所 东家 前东家也愿意 再给他更好的 Over Over 这样子 Over 可是啊 他的第二次决策 嗯 真的就是 很快 直觉的人 就是他不要 嗯 就是 这是 跟感官型 完全不一样 感官型 是他被逼到极限 他才要改 嗯 可是直觉型的人 有的时候是 他 他看到前方 不是他要的 他就走了 然后有一个苗头 他就走了 对对对 所有人都会说 这 有点傻 风险有点大 可是对直觉型的人来讲 他不会在这里卡住 直觉型的人会说 傻的人是你们吧 对 然后还有一场戏 是这个律师 他不是想到 因为那时候 一直在坚持免费 跟 收费 收费 跟商业模式 他搞不定创办人 对对对 然后他在有一出戏 是他回东家 开会的时候 他的珍珠项链 掉了一地嘛 那其实这是一个 很抽象的概念 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 他到底想到什么 只发现珍珠 珍珠 断了嘛 然后大家帮他捡起来 对对对 然后他就拿了线 然后拿了很多颗珍珠 然后就突然跑掉了 就是我知道了 这真的是直觉型的人 就是 起雾来的时候 他就是瞬间 灌进来 那这是 我评估他是直觉 很强的人 这样子 对 那他为什么 还是思考的原因是 第一个他是律师嘛 你是说他的辅助功能 是思考的 对对对 他是律师 所以逻辑还是很重要 一定要啊 然后他的 中间偏外情一点点 对律师角色来讲 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律师 需要他去了解 整个社会 习俗 法律 怎么规定 那这都是外界的 世界 外界的 有时候甚至于 舆论风向都要顾嘛 对对对对 所以有一点点外情 是加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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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律师 好 OK 好 所以就是 律师他 就是因为那个项链掉了 结果他就想到一个 premiere方案 然后就顺利的推了 Spotify一把 好 那再来就回到技术长啦 好 技术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Spotify都已经正式成立了哦 然后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技术长就很 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就一直跟那个律师 碎碎念说 你毁了我的完美的作品 对 他觉得 最后律师让他可以收费 然后虽然都买下了唱片版权 可是就严重的 玷污了他的理想世界 对对对 这技术长绝对是 妥妥的内情人思考加感官 他的感官很强的地方 是有一个小细节 但是他不完全是 只是在这处细室 你看他家很干净 嗯 整整节有 就是井然有序 他有很虚 很大的完美主义需求 对对对 你看Naniel Egg 还没有 有钱之前他家乱到一整个不行 所以他是直觉型的 他不在乎那些小细节 当然这个也有 不那么准啦 因为这跟生活型 形态跟教养有关 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那个技术长他在想 到底能不能做的时候 他全部都奠基在资讯 对 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他不是概念解概念 是是是 对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 可以把技术长这个位置 做得很好 做很好的原因 可是你会看到 你也看到当一个 人格特质这么强烈的人 他在执着起来 嗯 内情思考又加感官 而且是极端的那一边 嗯 他就会是最 很难以松动他的 对对对 那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他非常不好相处 嗯哼 他应该是六个人里面 最内情最内情的那个 哎我问你哦 他后来 Spotify成立之后 他是不是就走了啊 后来就没看到他了 对对 后来他就坐飞机 带着他心爱的女朋友走了 对对对 好 细思这样演 但是不知道真实是不是这样 但是这真的有可能 会是内情的人的 呃 决策 嗯 因为内情 我说他的一切状态 是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虽然Spotify是一个 看起来接下来要赚大钱的人 嗯 外型的人就会觉得 很好我如留下来 跟着一起起飞嘛 对不对 可是内情 内情的人 极端内情的人 可能这不会是吸引他的理由 他觉得这已经不是 我原本加入的原因了 对 对他那个 内在的价值体系跟 很强的 嗯 你不容易松动他的 好 我觉得这个技术长 让我有一个 印象深刻的画面 就是他跟他 他有没有想找他 亲热的时候 他其实就整个像 茶桃 不会动 然后他眼睛看到的 就是我们从画面看到 他其实都在想 他技术上面的数字 对 0101 对 然后就想说 好 这女朋友应该快要离开你了 后来真的有离开啊 一下下了 对啊 后来有追回来 那我们再来讲 第五个 马丁很火人 他大概是里面最外情的一个 对 六个人里面最最最外情的 所以他这边 大家你去想一下 你的决策风格会像谁 如果你发现 你真的无法理解 技术长或 Daniel Egg 那你可能真的不是太内情的人 对 但如果你发现 你真的有时候搞不清楚 马丁这种人 为什么一天到晚活力四着 那你很可能就是内情的人 OK OK 马丁有一些自己的状态啦 就是他其实 第五集从马丁开的时候 他就自己有回忆说 他其实是一个从小 脑袋里面有17个乐队 一直在同时演奏的人 然后他其实生理上 确实有一些过动的倾向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外界刺激 他才会有活力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他脑袋里有17个乐队 这件事 我先讲他是外情 妥妥外情 没有中间 他是完全外情的那一边 然后他 我觉得他最强是直觉 但是他的辅助功能是情感 你的意思是 他脑袋里面的17个乐队 就是17种概念 在活跃的意思吗 你看他有两场戏 外情的部分我晚点讲 但你看他两场戏 第一场戏 就是他带着 他听完Daniel Egg跟他提案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可行 但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他带着Daniel Egg去赌场赌博的时候 你看他下注的方法 绝对不是感官型的人 他就是一个趋势跟方向 那会不会很多赌徒都是 直觉型的人吗 我觉得还要看内外情 那你看他为什么他是外情的人 第一个从一开始 他很爱开party这件事情 大家就有感觉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最明显我确认他 是是他因为要就是帮助 Spartify募资 所以他去美国找PayPal的创办人 那场戏真的很有趣 对对对对 他很值得看 很值得看 然后PayPal创办人 我先讲 他就是个高功能 雅思症内情 到一个讨人厌的状态 然后反正在那场对谈里头 马丁以为PayPal的创办人 不喜欢他 因为就说 我们这一行的人 都有一点轻症 各种轻症嘛 自闭症 轻症 造症 轻症 犹豫 轻症 就各种轻症 一直都 大家都是有病的人 然后他本来以为 那个PayPal的创办人 要拒绝他 结果后来就是同意 但是反正就是很屌就对了 那马丁当然拿到 资金很开心 可是他回来 问他同事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 反正他后来回来 就问他的同事说 他说我有造症 那你觉得我有吗 我有病吗 对 那你看哦 如果是Daniel Egg被说造症 他应该不会理对方 对 他说关你 关你屁事 这样子 可是马丁他会在乎 那这个时候他的同事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很好 你不用改 然后他就说 哦好一点 其实这真的是外情人会有的 他需要的 他会容易从外面得到讯息 然后这讯息完回来 他有的时候自己是搞不定 他还要再跟一个人互动聊天 成立 能帮自己确认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Daniel跟马丁 刚好一内一外 是 一个蛮内情 真的刚开始有点极端内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很极端外情 他们能互动的好 真的也缘分很不错 但有些人是看不对盘 可是他们可以 然后又在特质功能上完全的互补 我觉得马丁还有一个一场戏 就是他其实很在乎人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造症跟过动的倾向 所以他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 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或者是做一些太夸张的行为 所以就是在Spotify要上市上柜的时候 他就在Daniel的婚礼上就失态了嘛 结果就是Daniel点他一下 他也之所进退 他就说好 那我就不要当主席了 他虽然私底下是有落寞的 但是就是他是外情人 所以他会在乎关系 对而且情感比较强 那最后一个呢 是以一个虚构的角色 叫做艺人叫做Bobby Bobby BobbyT吧 Bobby BobbyT BobbyT 不是BobbyT 是BobbyT 好 那这个艺人呢 他就是虚构的 那我会觉得他比较是外情情感 辅助式直觉 那为什么是情感 因为情感型的人 其实是非常在乎关系的 所以在这一个角色里头 这个BobbyT是 本来预设是Daniel Eck的高中同学 对 他第一集就出现了 所以他就会是 因为高中同学创办的这个平台 所以他就一直很支持 那即便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拮据 他还是相信他的同学是可以 会照顾他们的 会为他们争取权益 对一直到他的同学 Daniel Eck做了一些让他很伤心的事情 他才跳出来带领大家抗议 是 所以这是情感型的人的这个心理历程 他们会非常在乎关系 很能够为了关系 牺牲自己 奉献自己 这样子 那为什么说他的另外一个部分是直觉 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第六场戏 有一场戏非常的精彩 就是在听证会上面 对 然后BobbyT是 去做了一个很强的比喻 就是当年那个石油开采的时候 也没有去保障最低工资嘛 这些东西 BobbyT跟国会议员报告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些艺人就是Sportify的工人 创造商品的工人 对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隐喻 那这个隐喻通常直觉型的人 很擅长用隐喻 去辟喻故事 在说服人 然后感官型的人是资料 数据 Data OK 这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好呦 哇 我们终于讲完六个人物了 好呦 那如果你也觉得 荣格的心理类型非常有趣的话 好像可以帮助你去帮助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的话 那就很鼓励你赶快加入 凯玉老师的信念课程 那现在只要2299 你就是买一堂送一堂 而且啊 如果你想要听杨老师的 你是哪种人 这堂课只送不卖哦 所以 我觉得信念课程也可以 合着一起看 就是我刚一直讲 荣格当年做这个心理类型的时候 他不是要你帮自己贴标签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种限制性信念 他要的是你能够去看见自己的状态之后 明白生命是一个缘 然后在你这个有限的人生旅程里 把这个东西修炼起来 那这修炼的过程就会需要 你意识到自己的本来的信念 跟调整它 那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 可以参加凯玉老师的信念课程 然后就可以一起享用我的 你是哪种人 只送不卖 那这段时间只到11月6号的晚上9点 1月16号 你说11月6号 对不起 1月16号的晚上9点 晚上9点是晚上9点哦 早上讲讲是2299两堂课 两个老师陪你长长久久 相关资讯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有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提出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感谢观看